中国人不要再炒烦了,风险太大。 中国人必须停止讨论在利益上利益上利益。 深圳曝光102份文件涉及违规用经营性贷款来炒烦。 深圳曝光102份文件涉及违规用经营性贷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你觉得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what do you think will happen later? 事实上,银行已经在追查并收回这些贷款。 as a matter of fact, banks are already checking and recovering these loans。 你觉得银行持续对市场又会有什么影响? what impact do you think this behavior of banks will have on the market? 你猜对了,房价下跌。 房价下跌。 you guessed it, house price health fairing. 中国深圳的某些地方,房价已经从每平米114.6万元人民币下跌到每平米5.77万人民币。 房价下跌到每平米5.77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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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不少房价降价也没人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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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期高价买房的投资人如今已经哭晕在厕所。 In the early stage, investor who bought house at high price have been crying in a day late. 你能帮忙胡他们一下。 Can you help them? 这期视频更新完成。 欢迎订阅、分享、支持。 这期视频更新完成。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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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欢迎订阅、订阅、订阅、订阅。 欢迎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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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